北胆帮、若开帮、清帮和克耶帮的大片领土,在四个月内,被少数民族武装夺走。 克钦独立军正在进攻歪墨镇,与密之纳格将相望的重镇。 克耶帮地方武装控制主干公路,克伦邦边境部队托里米昂来领导,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名得失。 欢迎订阅《真正历史》,签署《全国停火协议》的三支组织,克伦民族联盟、清民族阵线和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。 自政变以来,一直与米昂来军队作战,博欧民族解放组织夺取了善邦西圣镇。 西孟邦党的一个分裂团体向米昂来宣战,昂山素季的人民国防军在克钦邦、清邦、北胆邦、克伦邦、克伦尼邦和孟邦以及石阶省、马归省、曼德勒省、伯固省、德林达伊省和仰光省,与少数民族武装合作,与米昂来作战,因装备差,无法对政权造成沉重打击。 昂山素季政府代理总统杜瓦勒希腊检阅人民国防军,米昂来军队发言人表示,4月开始,将征兵5000人,全国各地年轻人被任意逮捕的表明,米昂来决心以任何方式招兵。 米昂来投入大量部队,从克钦独立军和民盟的军队,夺回石阶省的高陵镇、若开邦和克伦尼邦,许多城镇落入地方武装手中,地方武装威胁着这些邦的首辅。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文,缅甸有背景离乡,流离失所的人数,近270万。 南北爆发战事,有2、3万名民众外出逃难,缅甸西北部和东南部,因武装冲突,也有大量民众逃难。 2024年2月23日,缅泰边境重镇大齐立市,缅警方根据情报,前往一电炸窝点进行突击检查。 逮捕电信诈骗犯泰国公民148人,中国公民1人,缅甸公民540人,共689名,现场没收大批电炸设备,被捕的外国公民,按照相关法律法规,遣返回国。 这是南北电炸案件后,抓捕人数最多的一次,同日,仰光警方根据情报,在仰光市莱达亚区,抓获一伙从事电信诈骗的团伙,一共13人,老板是中国人在逃,在缅甸打击电炸,同盟军任重而道远,不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,才能担负更重的历史责任,解放更多的民族同胞。 博奥民族军,将向印缅甸军政府强制征兵。 在军政府启动全民征兵之后,清政府的博奥民族军,PNA,在其控制的善邦南部地区加强了对民兵组织的强制招募,博奥管辖的牺牲,C-SAN,镇的一名军民说,自军政府2月10日实施人民兵役法,以来,该武装组织的强制征兵有所增加。 博奥民族军及其领导人昂康体与前缅甸军政权签署了停火协议,并转变为一个由民兵负责管理和平自治区的政党。 该自治区包括河榜、西圣和冰龙、PNA,镇。 昂康体与前独裁者丹瑞和现任军政府首脑米昂来关系密切,一位西圣军民说,博奥民族军在其控制的地区强行招募每100名村庄居民中约5名平民,但这位军民补充道,与军政府的兵役法不同。 该法涵盖所有18至45岁的男性和所有18至35岁的女性,博奥民族军没有为新兵设定年龄范围。 据报道,在昂康体的家乡搅达农村,年轻的新兵被允许休假照顾生病的年迈亲属,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找到替代者或支付费用。 这位居民告诉,伊洛瓦底报江。 由于政治和经济动荡,大约80%的年轻人已经离开了博奥自治区。 他说,只剩下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学生和年轻人,博奥招募他们。 拒绝加入民兵组织的居民必须支付博奥要求的任何费用。 在一些村庄,人们每人必须支付约70万免元,约330美元。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个男人拒绝加入民兵,他们必须支付双倍的费用。 博奥民族军主要招募博奥人,而不是其领土上的胆族,免族和克伦族人。 该居民说,他更倾向于针对善邦居民进行经济剥削。 自11月反政权的民族力量在科业帮发起1111行动以来,该组织一直在招募平民。 然而,他补充道,当战斗在1月底蔓延到西盛时,招募工作有所增加。 1月22日,军政府士兵试图从博奥人民解放军,PNLA,车队中缴获武器和弹药。 随后博奥民族军与博奥民族解放军在河榜镇散浦村爆发战斗。 从那以后,帕奥民族军和军政府部队一直在与帕奥自治区的联合抵抗部队作战,彭德人小心机太多了。 同盟军胸前贴着大国国旗,让米昂来恐慌这张照片在缅甸引起过轩然大波。 因为一名全副武装的果敢同盟军战士,胸口贴的是大国的国旗,让众多缅甸民众恐慌,米昂来吓坏了。 以为大国已经秘密换装参战,后来证实这张照片是假的。 这是果敢同盟军的攻心之战,这样的胸口图标,某宝某都某多上,可以无限量购买。 果敢同盟军就故意贴上这样的图标,以此来吓唬对面的缅甸政府军,也算是狐假虎威的一种办法。 至少让对手的心,理防线崩溃,然后抵抗力自然会减弱,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,迫使缅军投降。 不得不说,果敢同盟军的办法。 有点小小过分,让大国承担了压力,后来风波得以平息。 但是果敢地区的四千多缅军,无条件投降,是缅军建军以来的最大失败。 也许果敢同盟军的攻心之战,这张图片起了很大作用。 吞吞敏重获任命,腊须之战无法避免,缅北未来会如何? 吞吞敏近日把吞吞敏派到腊须,奶奶无声任中将,调任东芝,吞吞敏是在之前老街投降的六个准将之一,曾经传言被判处了死刑,现在吞吞敏被重新获得任命。 这倒是有些出人意料,估计是由于吞吞敏等人多少有点实战和作战经验。 再说,他们是奉敏昂来的命令投降,责任自然不能全部让他们承担。 从当时老街的战斗情况来看,吞吞敏的指挥并没有多大失误。 加上他还敏昂来的心腹,显然敏昂来有些舍不得吞吞敏这种有一定实战经验的将领,杀了自然觉得可惜,何况缅军中打败仗的将领有很多,总不能都从严处理。 敏昂来怕处决了这些人,会影响缅军的士气,但是吞吞敏这些败军之将,将来面对同盟军,还有多少战役就很难预料了。 蜡须之战是否会发生,蜡须是缅北的重镇? 是缅军的东北军区所做的,因此安排了重兵把守。 蜡须对三兄弟联盟也很重要,他们的联军一直在蜡须城外,显然不想轻易放弃这个重镇,只是碍于停火协议达成。 三兄弟联军不方便首先发动进攻,又加上正值春节,双方都需要休整,估计暂时不会打起来,要打也应该是在春节后,到时候经过休整,蜡须的防守自然会得到加强。 三兄弟联军的实力也会有所提升,蜡须必然有一战,至于谁能占据优势,就要看实际的战斗结果了,从士气来看,三兄弟联军无疑更胜一筹。 三兄弟联军虽然很想夺取蜡须,可能难度很大。 缅军如果失去蜡须,就等于失去整个了缅北,缅昂来自然不会轻易放弃。 蜡须未来会如何,围绕蜡须,缅军和三兄弟联军必然会进行一场激烈而长期的战斗,鉴于缅甸国内战火纷飞,缅昂来四面受到攻击,一旦蜡须打了起来,缅军估计没有多少力量增援,时间一长,估计缅军不是对手,会再次从蜡须撤退,蜡须如果被三兄弟联军占领。 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划分利益,毕竟蜡须是一块大蛋糕,谁都想分一杯羹。 利益分得不好,说不定会发生内讧,这就主要看同盟军和德昂军的两家。 若开军毕竟地盘在缅西,估计不太会和他们争夺。 蜡须如果被三兄弟联军占领,他们接着向曼德拉发动进攻,还是会向东芝进军呢? 这两个地方都是重镇,比蜡须还要大,更加重要。 如果能占据这两个地方,自然就好分配地盘了三家每家一块地盘。 可是联军有这个实力吗?只能拭目以待了。 比蜡顺核。 屡须是5点的。 先做冰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